嗨 大家好 欢迎回到ChristopherTV 好 我今天要特别制作这个影片呢 就是要告诉所有在马来西亚 读中学即将毕业 或者你现在应该是毕业了 的SBM学生或者读中同考毕业的学生 就是如果你们想去读爱兰留学的话 我本身只推荐一个人 ok 我不会推荐其他人 因为我没有跟其他人的做过 而我一直以来从我的YouTube频道 开办到现在呢 一直在有在支持我的只有一个人 就是这位人就是CK 那我会把他的那个Facebook page 他的联络号码方式都放在下面 大家都可以WhatsApp他 他都很乐意的去回答大家问题 他的团队也真的很热心 可以就是蛮热心的去回答你任何问题 我还记得就是我去阿兰之前呢 我是有很多很多问题的 然后他的一个员工真的很好的去协助我 回答我很多问题 甚至很鼓励我 在各个方面都很鼓励我 所以我真的很感恩说 因为我之所以会去爱兰 也是拜是CK他的帮助 他就是来跟我们分享爱兰啊 分享很多关于爱兰一切 然后也协助我 这样子我才真正能够有机会去到爱兰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就是说在Christopher TV100多部影片关于爱兰的也是因为说他的原因就是我去到爱兰 所以说在爱在马来西亚在马来西亚 如果你想要去爱兰读大学 技术学院 的话 都 啊就是技术学院我是说 Eastity of Technology 我不是说像马来西亚的技术学院 就是你要读大学 和 Eastity of Technology 就是IT的话 我都很推荐 CK 请给予足够的信任 因为大家很 有些人会问我很多问题 很多 一大堆问题 可是有时候就是说一些所述的事情呢 像保险费啊 学费啊 这些基本上 我不是做代办的人 我是不大懂这些事情的 所以说 请相信那些专家 请相信那些专业的人 我对CK是100%相信的 我是100%相信 所以说 如果大家想要去爱兰读大学 的话 都可以联络CK 他的团队是真正可以很好帮助你们 而且 他在爱兰 大学这方面的影响力也是蛮大 因为他 其实他在背后呢也是有跟很多大学 的老师啊 就有结洽什么的 所以大家可以放足够的信心 以及 就是 信心 去 完成你们在爱兰的 大学 梦想 因为我知道说 在马来西亚也是会出现一些 就是一些 骗人的中介 或者说 不怎么 尽责的中介 就是或者说 一些可能为了赚钱 做的中介 所以说 大家就是要很小心 就是那些 agent 因为有的agent 我想大家都知道说 有些 有些学生 有些出国读书 读书学生 都会被agent 害得很惨 所以说 要找一个 不要能信任的 可靠的agent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毕竟 你一个人出国读书嘛 然后你可能也是 19岁20岁就 出国读书 你年龄可能还小 你很多事情都不懂 那找的可靠的agent呢 你爸爸妈妈 也比较放心 你也可以 比较放心 所以 在我这里呢 都会比较努力的 分享关于 生活上的一些资讯 那如果是大学内部的一些资讯 我说真的 我没有 像说我没有去过 IT卡罗 我也不懂 IT卡罗有什么东西 我也没有去过 Dumbring City University 我也不知道 DCU会有什么东西 也不知道 UCD会有什么东西 所以说 我可能 可以跟你分享很多是 DKIT 这间大学的 事情吧 所以说 大家 加油 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很努力的去完成自己出国读书的梦想 因为我认为说 你能踏出那一步出国读书的话 究竟是不管是说花多少钱 我觉得说对你来说 会是个 人生中的一个不一样的人生活体验 也是个成长经历 希望大家都可以 可以有机会 出国读书 谢谢大家